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它说 下面个图是挺挺运用火柴棒所排出来正方形 那么请你观察一下这些图形之间的差异 与所需要的火柴棒数之间的关系 然后归纳出来它的数学关系是 并且预测当它是30个正方形的时候 总共需要多少根火柴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地方 它其实只有两个变化 两个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多少正方形数 有多少正方形数 第二个当然就是你用掉多少火柴 所以第二个就是火柴数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图形里面 第一个图形 它只有一个正方形 它用掉几根呢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所以我就知道说 这里用掉四根火柴 紧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图形 它变成两个正方形 那你来看一个两根 三根 四根 刚刚的四根 现在要多上几根呢 多上一根 两根 三根 所以它只要再加三根 又多了一个正方形 为什么 那有一个边是共用的嘛 所以那一根就省下了 好 紧接下来我们来看三个正方形的时候呢 它除了一开始的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还有刚刚加上的一根 两根 三根 以及现在要加上的一根 两根 三根 再加三根 它又多了一个正方形 所以它就会变成四根 然后加上三根 然后加上三根 现在又再加上三根 又多了一个正方形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吧 还有一二三四 四个正方形 那除了第一个正方形的四根 然后加上三根 然后加上三根以后 就变成第二个正方形 紧接下来再加三根 又 这里应该是这个颜色 紧接下来再加三根 又多了一个正方形 那现在我要再多一个正方形 那怎么办呢 就是再加三根哦 好 我用黄色 所以又多了三根 果然 多了三根以后 又多了一个正方形 那所以你看我们就发现一个规律 四个正方形的时候 它加三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就多了变成四个正方形 那下面是不是 好 假设五个正方形 那我们现在五个正方形 来 第一个 加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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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三根 果然 所以它就会变成四加三根 加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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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说 我只要再加三根 就会多一个正方形 只要再加三根 就会多一个正方形 那究竟要加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它是两个正方形的时候 加一个 当它是三个正方形的时候 加两个 当它是四个正方形的时候 加三个 当它是五个正方形的时候 加四个 你有没有看出来规律 两个的时候加一个 三个的时候加两个 四个的时候加三个 五个的时候加四个 永远都少一个 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讲 当N个的时候要加上N-1个 3 因为它两个的时候加一个3 三个的时候加两个3 四个的时候加三个3 五个的时候加四个3 所以N个的时候要加上N-1个3 那除了一开始的4以外 我还要加上这个东西嘛 所以我就知道说 ANN个正方形的时候 它会等于一开始的4 再加上N-1个3 我们就得到这一个数学关系式 于是 题目要我们推测 30个正方形的时候 那我只要带N等于30 也就是A30 就会等于4加上 30-1就是29乘以3 那29乘以3 39个17嘛 进了326加287 87再加4就会等于91 所以我们就做出来说 30个正方形的时候 它需要91根火柴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道题目 这一道题目其实跟刚刚那一题很像 只不过刚刚是三角形 现在变成是正方形 那三角形多两根 就会多一个三角形 正方形因为它也是一个共用变 所以就变多三根 就多一个正方形 那关系都是一样的 就是两个正方形的时候加一个3 三个正方形的时候加两个3 四个正方形的时候加三个3 五个正方形的时候加四个3 所以N个的时候就要加上 N-1个3 那因此我就知道说 N个正方形的时候 N 就会等于一开始的四根 再加上N-1个3 那题目要我们预测30个嘛 那当然就把30带进去 就是4加上29乘以3 算出来就是91根 这一道题目就完成了 在前半个3D 那免不得提高 就是85阿嬷 那当然只能够带好 那两个垃圾 就是5正方形成的